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王源 大家看到我面前摆了很多东西 一个饮品的做法 叫做400次咖啡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做吧 咖啡粉 白茶糖 第一步就是倒 这么多咖啡糖 哇 好多 然后还有这么多白糖 加入1比1比1的温水 然后加入这么多的水 为什么叫400次咖啡呢 就需要一直搅拌 然后大概搅拌400次左右吧 其实呢 我们没有搅拌机 如果搅拌机的话 分分钟就搞定了 现在我才搅了多少下 就已经很累了 继续吧继续吧 好了 完成了 大家看到这里面也有很多泡沫 而且它已经有一点粘稠的感觉 我们再继续吧 可以 现在 已经跟最开始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 大概就是这样 可以粘住这个筷子 那就算完成了 这个真的是搅了好久好久 这个东西完成了之后呢 要怎么来做这个400下咖啡呢 非常简单 就是倒一点牛奶 这个咖啡就当做奶盖的样子 给它淋在牛奶上 稍微的震动一下 简单的400次咖啡就做好了 那我试一试给它画一个爱心的上面 好的 失败 反正就是这样了 这是一杯非常好喝 但是很累人的一杯咖啡 所以来 请你们喝